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我们很容易就听到我们身边有朋友同事在咳嗽 这几乎是每一天你都可以听得到的声音 咳久了难免就有人会担心 我有没有什么更多的问题 特别我们担心的是肺癌 这也难怪了 因为我们肺癌不管是发生素或者是死亡人数 都已经排名十大癌症的第一名 如果算下来大概平均每5.1个 死于癌症的病人当中就因为是肺癌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今天我们就为观众们邀请到三位专家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如果你一直在咳嗽会不会变成肺癌呢 或者说肺癌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症状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注意 或者万一真的罹患肺癌 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 另外因为牵涉到很多疾病 后面就是医疗症 所以我们也请到保险的专家 来为我们解析 如果有一些什么症状的时候呢 保险公司会怎么处理 那有些什么商品 可以帮助我们在万一离癌的时候呢 可以度过难怪 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 节目当中三位来宾 第二位是台北医学大学负责医院胸腔内科的 周百姓周医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北医副医周百姓医师 谢谢 欢迎第二位是台湾医院的家医科 罗嘉玲罗医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是远雄人寿的商品 也会不协理的 冠秀林协理好 主持人好 两位医师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相信特别是现在了 不管是流感或者COVID-19 都同时在流行的时候 两位医生一定有很多咳嗽 或者类似感冒的病人吧 对 因为季节变换 加上最近一系列的一些病毒 或者是一些过敏的影响 因为台湾还有空气污染 跟温度变化产生的潮湿 造成沉满 所以咳嗽其实是大部分人来胸腔科 或是到诊所的主要原因 只是说这个原因之所以 很难去抓到的原因 是因为咳嗽常是累积的结果 急性咳嗽通常很快会好 所以对那种咳嗽超过7天以上的 通常有它本身的一个 之前的前置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胃传逆流 鼻窦炎 鼻息肉 鼻中骨弯曲 或甚至睡眠的呼吸中止 或甚至它是一个慢性气喘 所以这些都会造成这些咳嗽的原因 没有在厘清之前 一般的治疗都常常只是治标 没有治本 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就是说 许多病人的过敏一直存在 是它已经习惯了 我们叫温水煮青蛙 所以当我们跟病人讲说 你的咳嗽跟过敏有关 他们都不相信 是因为它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一直在一个慢性打呼 慢性口干 但它不觉得有问题 但一旦这些病人 遭受病毒或细菌感染 破坏上呼吸道 跟下呼吸道的呼吸道黏膜之后 它这些原先可以忍受的刺激 就会造成影响 然后药物不可避免也是有副作用 所以药物的副作用本身的生活习惯 居家环境的影响 还有工作环境的影响 就使得咳嗽常常就代表着许多病灶 可能是最早的一个成因 我觉得好像是在讲我 瑞士 其实咳嗽基本上大家一定要理解 就是我们的肺或呼吸管里面 其实就是它有感受到刺激 或者是异物的存在 它才会想咳 就是你没事它是不会乱咳的 所以我们就要理解 像刚刚周医师讲到的 它是不是有什么背后的原因 让它开始有这个刺激物产生 我比较常在门诊遇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大家会很担心 咳嗽会不会是什么疾病 就急着要把咳嗽降下来 而不见得会去处理原本的疾病 尤其是慢性咳嗽 但问题是它咳嗽只是最后的表现 那你得把原本的疾病去除 所以我在临床上用药 我还蛮重视化痰的这部分 因为我们会发现说 你一味的只是压抑这个咳嗽的时候 有时候它反而 它原本的疾病继续进行 那你一味的去压抑它 就忽略到要处理原本的问题 刚刚罗医师提到慢性咳嗽 所以咳嗽有急性跟慢性这分吗 一般急性咳嗽可能就是说 一个轻微的黏膜的影响 我们的黏膜是一个 对外在的一个刺激的防护 它也是一个墙壁 墙壁受损底下其他的神经源 神经受气就会跑出来 所以假如说这个病人 他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黏膜受损 它可能就是一个急性的表现 因为黏膜受损之后 神经末梢的铺漏 它对冷热温差食物就会造成影响 所以这些刺激所造成的咳嗽 这部分比较麻烦 因为它是刺激型 但是只要你的黏膜修复之后 这个神经不会铺漏在外面 它就不会咳嗽 所以是属于急性咳嗽 但是台湾大部分的话 就刚刚提到过 口干 口苦 声音沙哑 这些属于慢性发炎的情况下的话 它黏膜它的一个再塑形 不但造成水分的恢复很难到位 口干会咳嗽 而且进一步使得 它的神经这个地方会异常敏感 所以这时候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就会长期的咳嗽不容易好 或常常就是一下口干一下不口干 所以急性跟慢性的区分 譬如说三天之内会好的 大概是三到七天是一个急性 但咳超过一个月的 那时候特别小心 我发现有些抽烟的朋友有没有 就是经常性的在咳 就不是 也许不是很厉害 但是你就会一直听到那个咳个咳的 那也算是慢性咳嗽的一种 我们对于抽烟来讲的话 抽烟它本身 它不是只有尼古丁这么单纯 它有胶油 它有一些方向停泌化合物 因为我们抽烟包含有中段的烟 跟旁边的烟 燃烧温度不一样 所以台湾的一个抽烟族 它所面对的就是说 这些不知名的化学物质 致癌物的一个直接影响 所以粘膜会坑坑洞洞 会很多地方会产生敏感 但最麻烦的就是说 刚刚罗医师所提到的 痰有没有存在 会是第二个考量 就是说本身 抽烟会造成肺功能破坏 所以它的呼吸的部分 有时候气道提前塌陷 痰咳不出来 这是一点 但最麻烦就是说 这些不知名的方向停泌化合物 会直接刺激气道 许多的粘液细胞跟腺体 会产生粘液 而且不要忘记 抽烟会造成鼻子的损伤 所以鼻到底会发生 所以抽烟的病人的咳嗽 原因很多 但是还是回到 刚刚罗医师所提的 有没有痰 痰的位置 痰的颜色 痰发生的时间 以及对药物的反应 所以抽烟基本上 还是多种因素 但是这部分可能就先从一些症状的治疗 如果还不行的话 可能就真的咽要戒掉 不是吸低脑骨钉就行 而是要自己彻底拿掉 是 可是有些抽烟的朋友 如果问他 你怎么咳这么厉害 他没什么 那个抽烟都会这样 好像很习以为常 也没把它当一回事 这种心态OK吗 我们的一个痰的颜色 可能大家去注意 很多人说自己咳嗽有痰 我们就问的是早上最多 还是一整天都很多 这是第一点 早上最多可能打呼有关 呼吸中止 张嘴呼吸 年末受损 整天都有就要小心 这可能是去评估 它是符合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支气管炎的一个发生 还是回到 它到底恶化是一直在进行中 还真的是偶尔发生 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过 一句俗语 就是温水煮青蛙 一个抽烟患者 所造成慢性气管炎 也许它痰命值在增加 可是很难去量化 所以一旦它的痰增加 没有去量化 也没有注意到痰的颜色 从白色变黄色 白色变绿色 白色变灰色的话 这时候其实已经在恶化了 可是抽烟人不晓得 所以其实这部分 有点侥幸的心理 不是每个抽烟都会得肺癌 但我们知道得肺癌 又抽烟的人 它会恶化特别快 所以这部分就看不去赌这个风险 是 好 我想请教林倩 因为我们所有的商品 投保的时候 你一定要填个腰保书 那在腰保书上有没有类似说 问这个被保险人 有没有长期咳嗽 或者这一类的征兆的问想 有吗 OK 那我们事实上 我们在那个腰保的时候 我们在健康告知书上 它有一个项目 就是问那个被保险人 他过去两个月内 有没有因为那个咳嗽这个症状 来就医的这种情况这样子 那事实上其实咳嗽它有可能引起的疾病有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在那个相关的健康告知书上 那这个只是一个来询问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就是不管腰保书或被保险人在填写这个告知书的部分的时候 都一定要据实告知 就是过去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的把它揭露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保险法它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就是事实上我们在计算费率的时候 会根据那个被保险人它的体况 来制定一些相关的费率 所以如果万一保护他在申请理赔的时候 那保险工具去做一些调查 发现他在过去在承保之前 他曾经有一些告知不是那么确实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可能未来在理赔审核上面来讲 就有一些相关的风险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不管是在健康告知书上讲说 你过去两个月有没有发生咳嗽的状况 或是甚至过去一年或过去五年 有没有发生过类似跟肺部疾病 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 或一些相关的处置 那也要在那个告知书上明确的告知 那避免未来发生争议这样子 那那个告不告知是以就医跟医疗为准 我一直咳嗽我都没看过医生 对 那就没有 所以他有说 有没有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接受相关的治疗 是 好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咳嗽很久之后 可能会有很多后面产生的疾病 那我们休息一会再回来 讨论这个议题 一直咳嗽 有可能会变成肺癌吗 或者说 它可不可能是肺癌的征兆 我们立刻回来 我会变成肺癌的征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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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在癌症治疗的技术呢 进步得非常的快 所以有一些癌症我们看到 它在这个死亡树或者防伤树的人数 都在往后面的名次排 但是呢 唯独肺癌 它是超越 已经在第一名很久的大肠癌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发现了太晚 或者说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吗 所以我想接下来请教 就是说 如果是肺癌的咳嗽 它跟我们一般的咳嗽 会有不同吗 或者说 什么样子的咳嗽 有可能后来会变成肺癌 由于咳嗽 刚刚包含我们的讨论都提到 有个刺激 产生的一个自然反应 就叫做咳嗽 所以咳嗽目的很多 比如清痰就是一个 或者它是受到一些刺激 神经的一个活化 产生一个被动性反射 或是说它胃酸逆流 所以这些咳嗽跟肺癌的相关 前提就是肺癌 可能刚好在某些情况下 产生咳嗽反射 第一个 它的一个肿瘤刚好长在气道上面 气道的部分造成年末的不完整 所以神经过敏感 所以它深呼吸 咳嗽就是可能跟一些 癌症的位置有关 第二个 严重的肺癌造成阻塞性肺炎 它塞住了单侧的气管 所以痰出不太来 这也是一个 第三个 就是说癌症的部分 它的造成在气道底下一直蔓延 就是它的表面没有损伤 但整个气管红通通的 这部分也会造成所谓的一个 咳嗽是跟癌症相关 所以像这种咳嗽跟癌症 特别是肺癌来讲的话 其实它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因为毕竟肺癌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的 之所以没有症状是因为它所存在的位置 可能在中枢 可能在周边 在周边它如果没有贴着热膜 它不会有咳嗽反射 也不会胸痛 也不会咳血 但它如果够大就会 所以一般来讲 咳嗽太长时间 还是要去造成S光片 把它当作是癌症筛检的必要性 但硬要去说咳嗽一定是肺癌 或者肺癌是会咳嗽 这部分的关联性太多 是 罗学有观察 其实我都会跟病人讲说 万一你是因为肺癌咳嗽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那大药 就像刚刚都一直讲 它要刺激到神经 而它肿瘤的位置也好 或大小可能要一定程度 因为我长期是在体检中心 其实我会观察到蛮多个案 它被塞出肺癌 比如它是做肺部电脑断层 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 是目前比较早期发现 那我遇过好几个个案都是 才4公里 就4mm的大小 那理论上我们打报告 甚至会跟他说 这么小你不用太在意 但就有过几个个案 他真的很小心 就没隔多久 就赶快去检查后 还真的发现肺癌 那这些个案其实都没有症状 大部分的都没有症状 所以如果是跟肺癌无关 不会因为咳嗽造成肺癌 不会吧 我们还是说明一下 肺癌在目前的健康检查 是一个一定会减好的项目 但是肺癌这几年的盛行率增加 是因为罗医师这边在体检方面 大量去检查 种太多 所以他并不代表 这些病人一定会是严重的肺癌患者 原因是因为身体不断的 有所谓的免疫方面的一个修改 所以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免疫会去把这些肿瘤细胞 早稍然把它清除掉 然后后面是一个免疫平衡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清肿瘤细胞 但肿瘤细胞不会增加 但等到真正产生癌症的时候 它是一个免疫逃脱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把癌症这个地方 它跟咳嗽之间的相关连性的话 还是要回到 搞不好你的咳嗽跟肺癌无相关 只是因为你咳嗽隔太久了 来挂我们的门诊 一照发现有肺癌 所以各式各样的原因的话 我们认为咳嗽绝脂颈讯 但是肺癌的部分 现在还是要回到保养 即使是你是4M或是6M 好好保养 让它有机会在淋巴球 速度细胞 跟自然瘦细胞存在下 还是有机会达成免疫的一个 我们叫做免疫平衡 这样或许在这些低剂量 产生风险的情况下 还是透过保养 不然每个4M去开刀的话 外科也开不完 是这样子 我们在讨论说 为什么肺癌的死亡人数 会成为第一名 是不是跟各位刚刚讲到说 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有关系吗 因为刚刚柔一师已经讲了 我已经有症状的时候 通常都是来不及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吗 那这样我做体检干嘛 好 我先讲到罗姨在回答 我们肺癌的部分它最忙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肺癌 它是存在肺部的实质组织里面 肺部的组织 它富含空气 它一个肺泡 要微血管 所以肺泡跟微血管的存在 也就意味着说 我一个肿瘤在这边 它或许只有10的5次方的细胞 但它在一个分生的过程中 不断的透过血流到处乱跑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看起来这个肿瘤部分只有可能一公分 很小对不对 可是可能在你不知不觉中 这些肿瘤细胞逃散到血管里面 跑到脑部 跑到骨头 跑到肝脏 跑到肾脏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肿瘤的恶性度 现在已经不是用所谓的几公分来做评估 而是要看它的一个 整个血管新生的一个现象 跟缺氧的形象 所以台湾目前的肺癌的问题就是 它一旦得到癌症 由于这些人是低风险 所以常常低风险 它常常没有想过说 我有肺癌的可能 我不抽烟不喝酒 什么都没有 我甚至只是煮菜 所以常常一来做体检的时候 都太慢了 所以因为体检的一个概念 大家以为说 做肺癌都是要靠低剂量 因为低剂量很多是要支费 它会犹豫 可是常常肺癌的话 造个胸部X光片非常的重要 能够透过X光片 能够看到肿瘤 就赶快后面去做分歧 赶快去做开刀 而不是每次要做肺癌的筛检 只有浮现低剂量电脑断层 这样受限于它的费用 就会延护了早期找到 现在还是趋势上 还是越早诊断 越早开刀会越好 但是一旦你开完刀之后的保养也很重要 因为肿瘤常常不是单发存在 它常常多发存在 单发跟多发 意思就是说 你开了这一颗 不代表其他就没有 因为在一个共同的围环境下 所以肺癌它的死亡率高 就是因为常常开了 这就掉以轻心 结果旁边一些原型很小 就慢慢做大 这是肺癌它的特殊的生物特性 但乳癌它是一个局限性 大肠癌开完刀之后也还好 没有几个器官 旁边有这么多微学跟网 让嘴瘤细会可以到处乱跑 其实我会更希望 就是大家有机会来做体检的时候 也不要说用自己的想法 就认定说 我今天只要塞肺癌 我就只来做个肺部 或者是大肠癌 我就只做大肠镜 其实如果你可以完整地去看 你的体检的时候 大概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 癌细胞它今天要能够达到免疫逃脱 要能转移 要能生长 它要有原料 它要没人挡 所以其实我在体检报告解释的时候 会常发现就是说 很多人其实没有注意自己的血糖 其实一直没有好好的控制的时候 它会进一步造成癌细胞增生得很快 或者它的睡眠不足 它白血球开始降低 其实它没有忽略到 它就忽略掉说 其实它免疫系统 它的完整度就不够了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来做体检的话 当然做这些影像检查很好 可是也不要忘了 其实就是我们在减少整个风险 甚至有机会让初步形成的癌细胞减少的时候 你要做的努力 是要从其他方面去看 肺癌它也有家族病史的考量 家族病史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议题 大家都觉得说 我的直系亲属在40岁得到肺癌 我是不是跟着高风险 事实上来讲 因为很多人会分家 会搬出去 所以小时候的共同铺漏史 为什么特别提到家族史跟基因 跟铺漏有关 因为基因这个部分它没有办法 就是它的DNA的部分 就是容易得癌性变化 这种病人在20岁30岁就会出现癌症之外 常常不限定在肺癌 所以这个族群当然就是很标准的 就是家族型 那是基因缺陷 但是生活环境的曝露 这个难去估算 就比如说它在一个工业区的旁边 或它的一个地下水的部分 有中原地属污染 或是说它的上下班工作的地方 有失眠这些的 所以家族史是一定存在 只是大家也不要太过恐慌 搞不好你只是短暂的 在这个危险环境里面一段时间 你如果在后面做好自己的生活管理 注意营养免疫的一个平衡 不一定会发生 但是如果家族已经有了 建议还是要适度的去做一个定期追踪 降低这后面潜在的风险下 在10年20年之后少是癌性风险 是 林谢礼 那保险在合保的时候 考虑家族病史吗 OK 我这样大概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些 腰保文件或健康告示书上 我们都不会去询问 就是这个被保险的人 到底有没有这个 家族病史这个状况 但是有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有些情况 我们会要求被保险人要去体检 例如说他投保的这个特别的险种 或他额度特别的高 或是说他的年龄相对于是 例如说四五十岁以上的时候 我们会请他去做一个 相关的一个体检 那在体检的时候 医师可能就会询问到 就是说过去你家族里面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家族病史 或是你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 例如说抽烟酗酒等等诸如此类的 那接下来那个健检报告以后 我们可能就大概会分成三个层面 来考量那个家族病史的部分 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很健康的 即使你的问项里面家族病史你有 但是事实上保险公司不会因为 你有家族病史 但你本身很健康来聚保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 你本身是很 就是本身可能有一些 健检出来有一些疾病 但是跟你的家族病史 它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性 那这个 这个我们会从另外一部分去考量 不会直接从家族病史 这个部分来考量 除非是最后的一种状况就是 你本身有家族病史 体检出来也跟你的家族病史有高度的关联性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考虑到家族病史 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核保 但是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说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即使你本身体况有问题 或者是说有一些家族病史 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去投保癌症的相关保险 其实保险公司它还是会根据你就是说 事实上就是你到底是哪一种癌症 那到底是处于在第几期 或是过去的相关追踪的治疗的情况之下 予以适度的一些除外责任 或是加费的部分这样子 所以并不是说有家族病史或体况有问题 就完完全全不能投保 只是投保的几率稍微小了一点这样子 那肺癌一年夺走五万多条性命 那肺癌到底能不能预防呢 那肺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休息会儿 再会儿来请教专家 多明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变成去追 您现在可以坐着看电视 可以坐几十分钟不动 都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不能停止呼吸一下下 所以我们经常性的就是 要用到你的呼吸道 自然而然会接触到很多很多 可能你看不到的 但是对你有伤害的一些气体也好 或者其他的元素也好 那我想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 观众朋友最常接触到的来看一下 到底肺癌是怎么形成的 那能不能预防 我还是从抽烟开始好了 因为我们的烟油还是蛮多的 所以抽烟 它真的跟肺癌有关系吗 好 我们一般来讲的就是抽烟的话 它的烟草 它的一个所谓的绿嘴 还包含它的燃烧的温度 或甚至它的一个包装方法 这部分都影响到我们最终 所产生的有毒气体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过 抽烟并不是只有尼古丁这么单纯 它的胶油 以及一些燃烧 跟不完全燃烧 所产生化合物 目前科学查起来 很多都是致癌物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回到一件事情 抽烟跟肺癌的相关 会来自于抽烟的过程中 它的一个有毒气体 在气道表面的这些液体 我要提醒大家 那个气道表面不是干的 它是潮湿的 所以你抽烟 或许你抽了几根 但问题是你吸进去的这些化学物 会溶解在气道的表面的液体中 所以你烟或许吸了 可是这些化学物 在体内它是持续存在 所以为什么会特别去观照 每个会慢性咳嗽的抽烟患者 这表示说你的一个抽烟 它的刺激 如果来自于这些 不明显的一些化学物的话 一年两年就算了 五年十年都让气道的年末 都浸润在这些 所谓的化学的污染物底下 就像你身体有下水道 有凑水沟 这时候久而久之产生 癌系变化 一年都不足为奇 所以抽烟之水 问题大的是因为 第一个我们不晓得 它的重金属污染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不晓得 你的一个燃烧 是完全燃烧 还是不完全燃烧 第三个你吸烟 我们吸到里面去之外 第四个就是说 你有没有其他 像是鼻子的问题 会因为抽烟有恶化 或是胃酸逆流 会因为抽烟有恶化 这时候众多的一些刺激因素 决使得抽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扰物 这些甚至在肺癌 在它初期慢慢长出来 在慢慢成为可侦测的阶段 这时候持续的一个 化学物质的刺激 保证会加速它生长 而且会造成它的一个 突变的可能性 所以抽烟对于癌症的风险 对癌症恶化的风险 甚至治疗后的一个 药物的无效 跟突变都有关联性 所以抽烟确实要尽量减少 那有没有一个安全量 说我一天不要抽超过多少 或者有没有那个种类的选择 比方说有人说不要抽那个纸烟 抽那个什么 我不会讲这个 有些人譬如用滤嘴 用湖状型的 其实还有一句老话就是说 每个人抽烟所在的场合 跟环境不一样 比如室内抽烟 室内抽烟自己闻记得二手烟 那一定是最危险的 在户外的部分的话 你也不晓得你的抽烟的旁边 因为现在都是公共区嘛 一堆一起抽 所以已经不是你的滤嘴 跟那个烟的种类可以解决了 所以一般来讲到 它的安全量很难去估算 因为这会影响到癌性的风险 是因为它的生活品质 抗氧化力 以及它的一个气道的防护能力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 譬如说有些人他慢性咳嗽 慢性打呼 气管太多伤口 所以一点点烟就会出问题 那有些人譬如说他很幸运 他住在一个空气非常好 风景明媚的一个乡下 那这时候烟多汁也会不会有影响 这时候因为他旁边的那个扩散非常的好 所以不会下自己二手烟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很难去估算安全量 我们只能说吸得越久 即使再少汁都会出问题 那个国建署不是有提供抽烟的量 超过多少人可以做免费的笔记量 我基本上是一天一包 对 一天一包 所以表示一天一包以下 我刚刚那个问题是说 一天一包以下是安全的 应该是说并不是安全的 而是一包以上你的风险是更高 因为政府他在做这种筛检政策的时候 一定是要考量 他的费用一定要花在风险最高的人身上 所以绝对不要因此觉得说 好像那个标准是一包好像半包还算OK 那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 所有的癌症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长期的发炎都会导致癌症 那所以像刚刚讲到烟里面的东西 其实不论只是物理上的微粒也好 或我们空污的微粒 那或者是化学物质 其实它只要能造成发炎 其实都会蛮容易造成癌化 那这么说好了 我刚刚听了以后说我要戒烟 那戒烟以后就可以降低肺癌的风险吗 戒烟的话 首先他会觉得身体精神比较好 然后他在一年之后 他的肺炎会慢慢改善 一般统计是十年左右 癌性风险会回到正常人 但这本身是一个统计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 戒烟要完全跟癌症能够脱钩的话 只能够说越早戒越好 不要到了五六十岁 身上一堆因为年龄的关系 造成DNA的修补出问题 这时候你戒再久可能帮忙都有限 所以越早戒减少身体 在癌性暴露下的话 这十年就会是一个不错的预测值 但越晚戒这个十年可能还不太够 周围是一定不抽烟吗 对不对 我是不抽烟 因为抽烟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我不会因为抽烟有特别快乐 抽烟有时候是因为一氧化碳在作怪 尼古丁的心快感以及一氧化碳让你放松 所以如果说容易紧张的人用抽烟来放松 所以有很多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就会情况 那林轩你压力大吗 我压力四中 四中所以也没有抽烟 我轻度抽烟 好 没有什么安全剂量 没有安全量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生活中的事 所以如果以女性来讲 那当然比较多的就是油烟 对 所以油烟对肺癌有影响吗 就是我刚刚讲 其实所有的发炎都会导致癌化增加 那我们知道在油烟 尤其它又是高温的时候 不论是温度本身的刺激 或者是它的颗粒的刺激 其实对很多女性 她在抽风设备 或是不够通风的状况下 就会有可能造成她一天这样煮三次 可能就吸入太多的这个致癌物 那所以临床上的确蛮多人是不抽烟 但是她得肺癌 那另外我也觉得 就是二手烟三手烟的部分危害也很大 因为我们知道粒子越小 它能进入肺深部就越有可能 那粒子越大 它可能初步引起了咳嗽 OK 你赶快把它排出去 可是当它很小 它反而很容易逃脱 它可能进到你的肺道 深处了以后 长期的造成发炎 可是你却没有很明显的感受 这其实更是一个风险 那再来一个就是 比方说农历七月或过年的时候 拜拜就很多 所以如果拜拜的那些烟 或者香 香 是吧 对 那个也有影响吗 其实我刚刚呼应刚罗医师讲的 我本身不煮菜 但是基本上也有几个议题必须讨论 你说食用的油 它的一个废点 你不要超过这个油的废点 因为产生不完全的一些问题 它的毒素会很增加 所以台湾的家庭主要慎选食用油 什么样的油 有什么样的废点要搞清楚 对于就是锅子的种类 因为锅子的部分它本身有些重金属会释放 一样会造成癌性的风险 第三个部分通风状况 第四个可能还是尽量避免烧焦这种情况存在 第五个就是食物不要放太久 该丢就要丢 不然这些都会造成一些影响 因为这些谈到烟就谈到台湾的一个特殊的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里面有一个放鞭炮烧纸钱 然后在家里点香 那放鞭炮跟烧纸钱 这部分由于它是一年大概最多几天 所以对我们来看这种叫做嫌恶的一个气体 短暂铺漏可能没有关系 但我们比较关切的反而是家里的一个烧香的行为 因为香的一个部分台湾本身产香越来越少 大部分是大陆进口的香 大陆进口香的部分它的原料里面的一些致癌物 我们没办法去估算 因为这部分它的抽减也不一定就是能够去预测 它燃烧之后所产生的一些化合物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偶尔的烧香 这部分当然要避免 但是也或许没有太大的影响 每天烧香 烧香的时间 你在这个香糖的时间过久一直吸进去 或者是说你使用了劣质烟 或者是你在烧香的过程中有开抽风设备 但做得不好 或者真的是一边烧香一边吹冷气 这些部分其实都是造成这些香 它的毒性有时候跟抽烟来讲 不会滴到那里去 所以对于目前每天烧香拜佛的 有做早拜跟晚拜的话 或许环保香 而且减少支数 而且可能要加强抽风 这或许会能够降低这些一般的家庭行为 所造成癌性风险增加的一个几率 我想空气因为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但是万一真的得了肺癌 还可不可以再投保任何保险的 我们休息一会 来请教专家 每个梦想 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换一回来 很多人对保险的需求 真的是在事情发生以后 才会觉得它非常重要 会很后悔 为什么我事先没有做保险规划 因此我们就想要请教林协理 万一万一得了肺癌 还可不可以再投保防癌症 或者我得了A癌 能不能扣除A癌以外的其他的癌症的保险 OK 那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其实不只是肺癌 其实其他癌症 原则上来讲 如果你已经罹患过癌症的话 那要再投保癌症保险 几乎的 那个机会是维护其微 除非你就是 例如说某些相关 比较轻度的癌症 而且是在原位 或零期的这种情况之下 保险公司可能有评估到 就是说 这个癌症未来转移的风险 大还是不大 那如果 这个转移的风险不大话 它可能做一当 做一些适当的 除外责任 或是加费的部分 有可能还是有投保 其他那个癌症险的 这个状况这样子 但原则上来讲就是 因为保险是那种商业保险的 这种性质来讲 它有那个色性契约的性质 就是它必须要接 就是建立在那个 就是我保险事故 还没有发生之前 那未来有可能发生 多少的理赔金额 我们来试算一个 适当的费率 那如果你已经罹患了癌症了 那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个保险事故 就是已经发生了 所以未来来讲 就是它的保费 就是等于你 领回来的那个保险金额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 头发癌症显示 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会比较呼吁 就是说 如果本身认为说 未来有可能 对这个癌症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比较 例如说家族病史 或是你的生活习惯上来讲 有一些考量的话 那我会建议说 在体况还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那就提早来头发 癌症相会的一些保险 未来针对 万一要是离癌的话 那也可以得到比较 妥善跟完整的一个治疗 我们刚刚谈到抽烟 所以抽不抽烟会影响核保吗 抽不抽烟 原则上来讲是 在那个 核保药保数上是没有 但是理论上来讲 就是你去那个 健检的时候 那医生他会去问 你有什么不良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不能再保 癌症显以外 其他保险可以保吗 如果已经是 离婚癌症的人 有些状况就是 也许你投保那种 那个人寿保险的话 那也许你在 第一期或第二期的 某些癌症 那还是可以去 做一个投保的动作 这样子 原则上来讲就是说 你的那个危险保额 就是一直说 你保费缴进来了以后 那保险公司呢 它就是 有一部分是作为储蓄使用 有一部分是 作为保障使用 相对而言保障使用 比较低的这个 这类型的显种化 那也许它会比较 稍微宽松一点 就是你某些癌症 那也许第一期第二期 你还是有机会 接受评估 然后来得到 类似相关的保险 就是肺癌也有原胃癌吗 其实 分析上有原胃癌 因为刚刚 罗医师有提到 那个所谓的毛玻璃 里面有一些结结 我们常会这种 病人看到癌症 可是他常常 也许他放个十年 都不会恶化 所以在定义上 这种很小的 他其实都可以 算是一个广泛的 小的一个原胃癌 所以这一旦原胃癌出来 后面就是靠保养 是 那如果知道原胃癌 就一定要赶快去投保 这意思对不对 对 某些癌症的原胃癌 是可以的 对 好 那我们刚刚在讨论说 那个会造成肺癌的原因 那我们如果看到 很多民团在抗议说 空气污染 什么火力发电厂 什么契机车排放 那个确实有影响吗 我们还是回到台湾这几年的一个肺癌的盛行率 南投跟基隆 好像我们也好山好水 可是它好像在一些早期肺癌的比例也是增加 那当然在六清以及一些相关的都有相关的议题 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些火力发电厂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燃煤 这些 它的问题还是回到就是说 它是哪一种形式的污染物 它是PM10 还是PM2.5 还是说它的煤的这一批的品质如何 以及它在整个降低排放烟的过程中 做什么样的防护 我们相信 因为从国外的资料 火力发电厂一定都是一个险恶设施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掌握每一批它的癌症的一个所产生的致癌物会减少 所以我们看起来民团的抗疫是它有一个道理 但是因为这部分就要回到 如果说火力发电厂有尽全力的去做这些防护了 连它的煤都是采取比较高级的煤的话 这部分政府有办法拿出一套可以经过验证的数据来说明 我的维持 虽然说不能够降低温室效应 但我能够降低周遭的影响的话 连续检测持续的一个品质改善 新科技的引入才能够降低民众的忧心 不过数据确实在这些地方的风险 因为地下水污染 这些都是下雨下来的 这些都是不可估算的 所以如果国外已经正在这种趋势的话 台湾还是要尽量减少 用这种被嫌弃的方式来做发电 可是如果汽机车排放废弃 这个就几乎是很困扰的事情 因为我们车辆的密度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它排的费确实也有这种风险 台湾的一个机车的密度过高 而且待机时间过久 就是我们在停红绿灯 所以目前还好台湾目前在推的是电动机车 因为电动机车相对一般电动车来讲 它没有开800公里会没有电的风险 所以看起来电动机车的更换 未来透过措施可以降级这方面的风险 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公车 公车的柴油的一个替换 如果在一个成本跟充电期间达成平衡 我还是要看政府的魄力 因为电动车它是一个必然措施 所以这方面如果能改善到 或许可以降低我们对室外空隙污染的一个恐慌 但室内空隙污染 我想这部分是未来政府要尽量去做到的 那也有些人的职业 特别容易接触到这些致癌的气体 那比方说什么 您所提的职业 比如说我今天是工作场合遇到 工作场合遇到就是回到 劳委会的一个规范 因为我是一个 比如说有大量的一些方形化合物 我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失眠 失眠现在没有了 但是有一些产生一些群为力的话 这里面一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排放标准 必须要遵守 这一定要做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 我开车这种叫被动性吸入的话 我能够做的是加强车内的一些空气循环 所以适度的使用 室内转换或是一些滤芯 这些部分是可行的 那第三个部分比较麻烦 就是说我的工作 刚好在一个邪恶测试的一个旁边 那我只能够透过办公室 可能要放清淨机 或是改变我的室外机的进气方向 或是我去检测 如果还不行 要跟旁边的一些环保局提出抗议 这部分要去做空物的监测 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 我们的环保局都有类似的一些 巡温力的监测一个数据 我们其实不是有看PM2.5 也不是有看PM10 还有看液氧化碳一些致癌物 去看一下周遭的环境 其实这以后买房子可能都要列入考虑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发布空气污染的警报 那个空污警报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 其实对空气污染还是要去了解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空污指纹 空污指纹就是空气污染的指纹 一定北中南部一样 北部的部分像每次讲雾满 大陆来的是一个主流 可是中部本身是着水溪干燥之后 那个粉尘的一个影响 南部就有工业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污染 所以这些PM2.5PM10 重点是里面是什么东西 因为PM2.5描述的只是尺寸的大小 所以真的要去看里面内容物的话 上环保局网站去查 这一批它所包含的这些空污里面 如果真的有的话 减少外出 戴口罩 然后加强室内的空气过滤 然后让身体不要在睡觉 张嘴呼吸的情况下 吸气大量的量 所以我觉得空气清净这一块 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现在我们虽然取消这个口罩令 但是如果以两位医生的看法 见不见我们民众应该还是养成 随时戴口罩的习惯 其实像一些通车 尤其是骑摩托车 它会直接暴露在很多废弃的状态下 我还是会建议它要戴口罩 而且可能要考虑 假设真的空污太多 它要戴可以防PM2.5的 或至少它可能要戴一些含活性碳的 因为活性碳可以吸附一些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那戴的方式当然还是回到像COVID那样 你要密闭 然后你要更换你的口罩 因为口罩它可能吸附一定程度 就没有办法了 另外像刚刚周医师有提到 就是说家里面的污染 其实这一点因为我本身会常遇到气喘的个案 这一点反而很容易被忽略掉 因为像我们从一开始讲的咳嗽 气喘也是一个咳嗽 或说所谓的过度敏感的气道 他们都会咳嗽 那这些人你去发现说家里的地毯 玩偶 沙发 或甚至我有个案他就是家里搬完家以后 然后箱子就堆在那里 一直没有收 那其实在国外他们有做过研究 就是去照那种家里的灰尘 你知道其实是看得到 那个堆东西的地方很多 那只要你的呼吸道是长期发炎 那他癌症机会就上升 不论你是长期的慢性过敏性鼻炎 然后气管也跟着发炎 或者甚至你以前得过肺结核等等 只要是长期发炎 他就会比较容易癌化 所以这一点家里的部分 包括清掉家里的杂物 然后避免这些容易有产生粉尘 或甚至滋生成满的这些织物 还有就是用空气清净机 清扫 滤芯要记得换 这个都还蛮重要的 那万一离患肺癌之后 究竟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亡 什么样的医疗技术 可以让这些病人 及早得到比较好一点的治疗 还有如果真的已经得了肺癌 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同志 童铃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惠 把我每个梦想 那肺癌怎么治疗呢 还有后续怎么样来补强 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呢 请到周医师 那我们现在肺癌的治疗方法 我们目前的癌症治疗 一定是走精准治疗这条路 精准治疗原因是因为 它能够针对肿瘤进行打击 但肺肿瘤部位必须要去保存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其实身体任何时候治疗癌症 绝对不是只有吃 那个标靶治疗这么单纯 你的微环境 就譬如说你怎么样去维持 你的生活作息的平衡 降低氧化压力 你如果去降低空气污染 如果去保护你的呼吸道 不要在外来的一个损伤 这些都能够在一些晚期肺癌 是标靶治疗的情况下去降低它突变风险 所以刚刚讲到的口罩 我个人认为从前瞻的角度来讲 它能够保持温度跟湿度 其实它在治疗之外 它的预防效果非常的好的话 癌症病人适度戴口罩一定会有帮忙 所以目前的话 癌症的精准治疗概念就是说 开刀只是一个步骤 开刀之后它所产生的基因突变 但就预测了你会不会再犯 或是恶化的一个风险 所以基因突变一定是 未来癌症治疗的一个首选 透过基因突变来筛选 造成你癌症的主要原因 然后针对这个基因突变的部分 去选择目前的药物 所以这药物的部分的话 已经经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有效果的话 它就是一个最可以选择的风险 下的一个选择 只是现在问题就是说 目前的标靶虽然号称精准 还是有副作用 所以副作用的调整 包含怎么样去降低 呕吐 拉肚子 或甚至皮肤诊 这就是许多专家在进行的部分 希望不要伤到一些周边 所以在这些标靶治疗的情况下 以及精准治疗的情况下 它能够让病人它的存活率可以延长 但是不可避免 还是因为突变一定会发生 所以我刚才提到过 面对肺癌 必须要去以健康角度来看的话 好好去调整生活作息 维持正常的饮食习惯 然后减少环境污染 这样才能够让精准治疗的风险 减少突变的一个问题 那罗医师你对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有什么建议 其实大家对癌的态度你要理解一点 这些癌细胞它其实是从正常细胞变的 那就像一个社会里面 好人怎么会变坏人 其实生命它都要寻求出路的 所以当你一直欺负它 它就会变坏 所以回到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减少身体发炎 减少你的压力 氧化压力 还有避免补给这些癌细胞原料 所谓原料最重要尤其包括糖分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最后就是提升免疫力 那讲到糖分的部分 很多人其实没有忽略 就是忽略掉一点 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东西 其实要小心 就是水果 因为我们的水果其实蛮甜的 当然水果有很多的养分 它有维生素 纤维素这些 但是有些人甚至是不顾其他的饮食 就觉得说我水果最好 那我在临床上看到就是 这样子也会造成它糖分过高 甚至你要担心就是这些糖分 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你异常细胞生长 这个是我想要提出来的 那另外就是免疫力的部分 睡眠跟情绪 我们人身心灵一体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 离癌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的心情 还有你的这个情绪没有去调整好 没有做一个抒发跟平衡 其实会让你的愈后跟其他人比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差 是 比较我们这个癌症的商品 癌症的商品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选择癌症的商品这一部分 是不是你趁这个机会 跟我们有一个建议 比方说我特别要注意什么 或者我应该要做什么选择 OK 好 那我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是说跟癌症相关的商品 它大致上来讲 有针对癌症的这种一次几副 或分次给付癌症治疗的这种相关现种 另外就是说我们例如说像 七项重大疾病这种保险 或是重大伤病卡这种保险 它也会涵盖到癌症的相关的 给付的范围里面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保护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 最好就是大概投保 不要低于200万或300万的这种 一次给付的这样的一个保险金额的商品 为什么 因为一旦那个 我们的被保险人他罹患癌症的时候 他除了受到马上的那个 也许工作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 一些经济的这个打击以外 他 其实他一开始他必须要付出去 蛮庞大的医疗费用 像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 癌症的一些相关治疗 动辄就是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一些相关费用 如果他一开始的时候 罹患癌症的时候 他能够有保险金来 因应这个出席的相关的支付 那得到更精准的 或是更完善的治疗的时候 相对而言 除了那个医疗品质能够提升以外 他自己在面对癌症 抗癌的路上来讲 他心情额会相对而言 比较有那个心力去对抗这个癌症 未来康复的机会也会比较大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这个一次给付的金额 应该最好还是要买到300万以上 这样子 那个癌症治疗的部分的话 就根据个人的所需 那针对那种单项的部分的话 那可以再做一个补充 这样子 好 谢谢萨贵 带来这么多的信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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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